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2018年PRB 90分鐘代酒賽第十四戰 GTS GR4在瑪迦雷虎 這是瑪迦雷虎的反向賽道 一起跑度編就從甘味落到第三 被熊本跟Rocky超過 第四是我,第五是阿賢 對面站在內線,熊本跟我都開出賽道 同時被超車 熊本勉強守住第二名 企圖在下一個玩反超 前面被對面站去 阿賢撐這個機會超過Rocky 上升到第三 緊咬著熊本 前面騎跑,真是猛啊 一下子從後面爬上來 來幾個彎,上升兩個名次 跟著熊本,跟著超級緊 現在階段連續彎不好超車 然後再繼續緊跟到 連續彎過彎 再來這裡我覺得這個賽道很難跑的地方 正向的時候很好跑 可是反過來的時候這個彎形真的是還蠻詭異的 擦車很容易失誤 阿賢拿到了冰心 啊,在轉彎前還是被擋不下來 在轉彎前還是被擋不下來 阿昇還是繼續跟著 小樹有貼車號來翻版的歌好 阿昇逐漸跟不上前面的熊本 反而落後到後面被Rani夭住 把熊本用在這個彎開出去 但距離沒有我們一起來縮短 前面的洞邊好像越來越遠了 我也離這集團越來越遠了 不然可以做出了區段最佳場計 在這邊想要抖了一下 好不容易拉近距離就這樣子 沒了 我在這邊 來個小小的失控 不是小小的失控啊 整個失控爆炸了 從小地圖看得出來 再一次跟到熊本 看到這三台呢 速度非常的接近 好快喔 第二圈結束 零七 好快喔 居然有直升機的聲音 阿昇又闖出了區段最佳 對 對 區段個人最佳 對 跑得比上海區又更快囉 覺得他們三人呢 距離好像 越來越開啊 這樣還是很近就是了 好緊張 老公 zitten 我 好緊張 對 沙发 好緊張 雙燈 太長了 不快馬上 這是 雙燈 的 剛剛被甩開的阿仙又再次回到熊本車後 黏著緊緊 第三圈結束 公本守著內線 左板還是走了正常的路線 稍微黏到後面揚起了一陣塵土 水安索跟緊了 但是 絲毫沒有超車的機會 這樣看一下 好像阿仙都會在 偏向前半段的這幾個彎 被甩開比較多 然後在這裡重新跟回來 總共我確定是用手法 而且不知道是用手 看起來車也蠻陡的 我看這種就有一種激烈感 我看這種就有一種激烈感 我看這種架式風格 這個 那個Super GT裡面有一個 紅色的 紅色那個是哪一組 反正紅色的GT阿 在PK的時候 看起來超帥的 是哪一組的 是哪一組的 我看這個 是哪一組 就是哪一組的 是哪一組的 是哪一組的 而且 1.36、1.499、1.429 超近 好強喔 而且就是驅待 個人在家 真的有機會超出 剛剛那個角度 哎呀沒有,還是在跟路面 而且好像稍微被 擋到一下 距離又開了 超過幾個彎 超過幾個彎 10分鐘了 又一個零器 到了10分鐘 還沒分出勝負 厲害 這樣感覺要直接超過 應該很困難喔 現在就比誰先失誤了吧 欸?渡邊 我跟渡邊要距離拉近了喔 渡邊 路邊是 開前輪傳動 然後 超軟胎 再加上駕駛風格 還好應該是非常快 你看 前面看過幾場 我知道 按摩 你會一圈過去了 還是沒什麼變呢 1-2-0-7-4-9-2 我長道中的穩定度佩服 似乎洞便又幹凈 看了 每一圈樓接近一點 說不定等一下 渡邊就會成為新的編輸 在這一圈 這裡的距離比較快 沒有吸到尾流的話 不知道速度會不會有傳 一定有流很快的 激速很快 連學SY還是小心跟上 高級速度會不會有傳統 死亡 低速度會不會有傳統 沒有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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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犬跑多少呢? 0.8 慢了一秒啊 我要在這邊刺殺 平過25分鐘 如果也是用超軟胎的話 可能也開始摔退了 這樣有可能要跟不上了 等它摔退之後距離馬上拉開 連這裡都沒有完全追回了 連在這裡都看到對面囉 這圈也是0.8 前面揚起了一陣燕 啊!熊本 熊本在這裡吃草 原來熊本的輪胎也不是這麼好的狀況 在這裡吃草 我剛剛那一圈拉開的距離又沒了 大家猜猜看誰會贏呢 覺得好難猜哦 嚇死我們 阿哩跟阿媽的距離逐漸也在數短中 完全跟上了 九本右失誤 好不容易拉開距離再次歸零 還趁你再先 Rucky跑這邊的路線還真漂亮 跟前面兩台一比的話 現在Rucky追上來其實還蠻 在這裡馬上 從外側通過搶線中間的位置 現在Rucky追上來其實還蠻 比較有力拉 畢竟前面兩位已經鬥了快要二十分鐘 不管是精神消化還是輪胎的小好 現在Rucky狀況都會是比較好 非常有機會一次通過兩次 Rucky前面的層滴 一直到第六圈都是零七 然後七八圈變零九 第九圈也零九 也是非常穩 竟然怎麼都那麼強啊 這裡感覺對手本來說是比較厚的區塊 跟他一樣的情形 再連續一次彎杯 靠近 靠得非常緊 聽為流 會不會再直線為進攻呢 熊本似乎沒有要防守 Rucky要切線進攻 結果頂到熊本 熊本沒有衝出去 Rucky決定賣下來等熊本避免被扣分 就說阿血有機可乘 躲回中間的位置 也躲回了鏡頭 喔沒有喔 連熊本都一口氣通過喔 看一下三人圖的最前面 中間的位置換熊本 中間的位置換熊本 熊本剛剛有開出06.59 也是很晚阿熊本在這裡馬上想吃物 中間的位置被Rucky搶下 大家穩定度開始下降了 Rucky標準現在的阿錢 講完 滾到第一段天 就是有機子的地方 好 快點 連續彎 Rucky似乎更佔上風 準備要達到變形 下一個彎,阿賢是在內側 阿賢是這裡跑開的路線 Rocky進到內側 並行前往下一個彎 而且Rocky還是在內側 出彎速度還是阿賢快 Rocky回到原本的位置上 正常路線路彎 下一個彎再來一次 從外側繞過去 超過了 拿下第二名 右邊咧 還在哪 後來好像沒有明顯拉近了 不停這三台兜兜兜 所以現在已經掉到 掉到11樓 已經掉了4秒了 還不進站嗎 我已經去進站一次了 為什麼這麼能沉呢 現在這裡的小樹 Rocky好像離 他們而去了 快要分出勝負的感覺 快要分出勝負的感覺 距離你看很開了 剩下熊本跟阿賢的對決 在這個奇妙的彎 阿賢居然慢了下來 被緊跟 被緊跟 在這裡路線上有點失誤 同樣一個方式 熊本拿下這個彎的外線 跟Rocky一樣的方式超過了阿賢 阿賢 往前面的杜麵 杜麵進去了 看了超完蛋 杜麵被滾上了 瞬間進站 一二三名都還沒有進站 已經是 有阿賢 連我和阿賢追熊本 現在在 地圖 最上位的屬原 杜麵 出戰的渡邊 好像距離又在逐漸拉開之中耶 哇!渡邊來了! 才幾個萬耶 就已經在鏡頭中看得到了 不然追太快啊 連續SOR 距離拉劑 是不是可以放個錄音 每次到這邊就播放 連續SOR 距離拉劑 每一圈都一樣啊 已經12圈了 快半小時了 太猛了 這GR4耶 如果是 N300路車的話 度度比較慢 比較會生個逆死我活 這種難道可以看到這麼長 纏鬥的面段 其他人都沒有機會上榜 還是不進展 我猜他們會30分的時候進展 哇!Rocky在這邊 頂不住 15 路邊來了 一下子接近Rocky 一下子進到內線 一下子就超過去了 秒殺 一圈多一點 馬上就 開始追回 如果這一圈 就全部追回的話 那優勢還挺大的啊 已經GTS換台很快 撐著不換 一點優勢都沒有的感覺 好可憐 剩下最後幾個彎了 都能進滿阿奇的那一側 哇! 這真的是贏地 然後機會馬上就轉過去了 剩下1、2、3、4 剩下1、2、3、4 都變驚嚥著熊本 進內線 超車成功 太猛了 太猛了 一圈破三台 熊本進展 30分鐘 阿奇的進展 Rocky意外的沒有進展 不管是軟開 看阿賢超軟開 的確是挺合力的 讓阿賢衰退的比較滑 看後來就開始跟不上 出戰之後 出戰之後熊本開始 追殺Rocky 出戰後兩圈 Rocky還沒有進去阿 打算一停嗎? 真的假的阿 軟胎喔 這應該是守不住阿 輪胎的狀況差異太大了 終於拿回第二名 而且還快了 一個Pitter的時間 比Rocky快一個Pitter的時間 快一個Pitter的時間 我真的應該快分出上處了 前方黃金 前方黃金 誰呢? 沒有看到 小地圖的話有一台車停的 現在 把腳彎掉出來一處 另一邊 又有一個黃金 鍛uitive的大幅 前面是鍍邊 鍍邊的15.15 原來是42番 鍍邊第一次應該在20多番 關於時候換胎了 換胎了 但是上轮胎快不行了 熊粉只是刚出炭三圈 还在完美的状态 后面是要跑一旦进去 Rocking进去是四中胎 用四中胎跟这些软胎超软胎的音 这太强了吧 然后一出炭的时候带我后面 我能打多久算多久了 我的情况该不用这样啊 两开都是RSS 快要粘到屁股上了 旁边那个是熊极 Rocking的线就是比较漂亮 没有什么多余的转弯 没有什么多余的转弯 那里赛道也用的比较完整 怎么路线差异 组完速度后有啥 我进站网市管开三停 我进站网市管开三停 这时间刚刚好 都没有进去了 出来的时候在第三 我出在阿贤的后面 我用挤的挤过去哦 这样不行啊 这边这么快 就像刚刚那样干净的超过就好了 这个挤过去也要扣分了 再来是我出站 我出站小哥后面 我出站小哥后面 出站小哥 华家腕没有完工 华家腕出万处 擋到并行 直线的对决 ذاه 那套滩 醉烈 闪光的速度 阿斯娜 哎呦 翔哥一個大花擋回前面 還好沒有撞場 他一次打到翔哥的旁邊 並行 在過彎前超過去 翔哥小叔開到外面去了 又開到外面去了 一次差不多就這樣定了 以上就是我們第十四戰的精彩片段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